500租了个31厅 我想把卫生间改成这样 上周把墙给砸了 改好水垫做了防水 今天终于可以贴瓷砖了 选了两种风格 你们都说浅测系好看 实物库好看耶 哪有没有翻车 墙砖加地砖一共花了6000 房东大哥说铺砖人工费要3000多 虽然之前不是我出的 但还是一阵肉疼了 师傅 我现在就是个小助手 你可以随意示范我 好吧 这么高的人工费 不脱个湿深的天理男容 那我要垂垂垂垂垂垂 来 师傅 整体 骚扰的师傅已经开始嘴角向下了 咱见好就收 还是好好当圣像吧 顺便看一下浴缸和台盆的款式 浴缸肯定要选这种浪漫法式的 就是台盆在这两个之间又犹豫不决了 你们觉得哪个和我的浴室比较搭呀 今天初师傅好重啊 没想到贴砖还是个体力活 今日分泌力又断练到了 看着新浴室一点点成型 心里好满足啊 就是房子有点遭难 哪哪都是灰 每根新的日子里每天都在搞卫生 快来个人帮帮我吧 救命啊 在偷控跟美风师傅学下手艺 没准后面就能出师自己干了 这效率明显丢我快 瓷砖吊顶都搞定了 可以把我的马桶先安排上了 下面就等我的浴缸台盆入场了 还有植物价这些也要看起来了 你们有好的推荐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